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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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清军究竟采取了什么新战术呢 我把它概括为驻兵残食 让你地也中不成 中了也收不成 就逼着你撤退 收缩 回锦州城 那么这种新战术啊 对明镜的守军而言都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当年辽东最高军事长官 孙成宗 袁崇焕等人创造的方法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先进行军事占领 然后进行屯田 然后修筑城墙 然后安置难民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蚕食 逐渐的建立起了官明镜防线 这会儿呢 清军在明朝投降将领的建议之下 以其人之道缓制其人之身 用明军的办法来对付明军 明军没招了 清军使用这种新战术 不到半个月就见了成效 明军感到巨大的压力 怎么办 马上向朝廷汇报 向皇上汇报 一个前线的战术问题 都要直接请示全国最高领导人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明朝的将领 已经没有应敌之策了 面对清军的进攻 只能是被动挨打 你说一线的军人都没招了 你让整天待在深宫里的朱油简 他能有什么办法 没辙了就召开大者们讨论 也没讨论个所以然 明朝方面束手无策 这清军可就是肆无忌惮了 三个月之后 锦州周围的这些明军的据点 都收缩回了锦州 于是清军清朝而出 把锦州城团团围住 在锦州城周围挖壕沟埋木栅 把锦州城围的是个水泄不通 就是要把锦州城的守军困死在锦州城 锦州皇帝得知锦州被围的消息心急如焚 因为锦州城是宁锦前线的重要支点 锦州如果失守 宁锦前线就崩溃了 接着宁远也将不保 这就叫淳王痴寒 所以锦州之围必须得解 那么派谁去解锦州之围呢 崇尘皇帝心里有数 他早有人选了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洪成仇 可以说洪成仇当时是最佳人选 为什么呢 因为洪成仇这个人呢 当时任纪辽总督 辽东地区发生战事 你择无旁贷 再说了洪成仇这个人的确有军事才能 比如崇祯二年 农民君王左贵带兵包围了陕西寒城 这个时候呢 黄太极攻打北京城 陕西的明军呢 都进京去秦王了 陕西三边总督杨赫 手里只有三百士族 也没人带兵打仗 杨赫没办法了 就命令洪成仇领兵出战 洪成仇这会只是个四品文官 既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 可是洪成仇毫无惧色 带着一群家兵仆人和火夫就上了战场 一仗下来 拼死厮杀 杀了三百多个农民军 结果击溃了农民军 解了韩城之围 冲冲十年 洪成仇手中只有几千人 在陕西和四川围堵李自成 把李自成的几万部队追的是无路可逃 可见的 这洪成仇的确是很有军事才能 黄帝朱友简非常的弃中洪成仇 洪成仇在担任季寥总督之前 他是陕西河南 山西四川湖广这五省的总督 同时身兼着陕西三边总督 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关 洪成仇奉命进京秦王 清军撤退之后 黄帝朱友简就把洪成仇留在了京师地区 让他担任季寥总督 即使张献忠再度造反李自成重新出山 黄帝朱友简也没动用洪成仇和他手下的明军精锐 崇祯皇帝知道要把洪成仇派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结果 锦州被围 宁锦前线告急 洪成仇派上了用场 于是黄帝朱友简下令 洪成仇领兵出山海关去接锦州之围 洪成仇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出关 来到了宁远 到了宁远之后立刻赶到前线去视察军情 这洪成仇啊来到前线通过一段观察就发现 在宁远和锦州之间的松山一带 清场骑兵啊频繁在活动 他就琢磨这些清兵在干嘛 诶 他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了黄太吉包围锦州城的真实意图 什么意图呢 唯颠大圆 也就是派众兵先包围锦州 然后以宁远的主力来驰援锦州 再在中间设下埋伏 把出城援旧的明军彻底消灭 当洪成仇看出了黄太吉的意图之后 他陷入了两难 怎么和两难呢 一方面锦州城是宁远前线的重要支点 锦州不保宁远前线将会崩溃 所以锦州之为必须解 皇帝派他出关就是这个目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如果他带兵去援救锦州 必然会中了皇太吉的埋伏 有可能全军覆没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洪成仇也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他很快就看出 皇太吉围点打人的意图 洪成仇会采取什么措施 来应对皇太吉的用兵呢 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制 辽东战事 在崇祯皇帝的命运下 洪成仇带兵出关 要去解锦州之辈 洪成仇来到前线后 通过观察 很快发现 皇太吉包围锦州 其意图不再拿下锦州 而是要实行 围点打员之计 专党明朝的救援之兵 洪成仇经过几天的考虑 也想出了一个应对围点打员之计的方案 那么洪成仇的方案是什么呢 他的方案用他的话说叫可守而后可战 或者叫且战且守 意思是攻守接合的意思 他这个作战方案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增兵光丸 这样一来呢 在辽东的明军兵力总数就达了13万 就和包围锦州的清军数量上就相等了 即使你皇太吉想打员 你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了 第二 且战且守 怎么个且战且守呢 就是主力部队集结之后 不是直奔锦州去解围 而是建构一个营垒 攻击和防守在一起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向锦州推进 那么 黄太吉 要想打员 他先分一部分兵力去包围锦州 甚至的兵力 他没办法砍动这么大一头的兵团 第三步 打持久战 这个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且战且守的战术 必须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相结合 因为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术啊 需要花时间 更重要的是 明军的主要力量是步兵 他的长项是依托城墙和火器 防守 清军的主要力量是骑兵 他的长项是激动灵活的野战 所以明军只有且战且守打持久战 才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来 红城仇这个作战方案 平心而论了 无法保证在关外取得胜利 但是他能保证不被清军歼灭 红城仇相信 只要我这么咬着牙坚持持久战 清军一定会坚持不住 他就可能退回沈阳 谨州之围啊 不战而截 可是当红城仇把这个方案报给皇上之后啊 皇上却迟迟的不批复 为什么呢 因为皇上同时接到了另外一个作战方案 这个作战方案的拟定者是谁呢 新任的兵部尚书 陈兴甲 陈兴甲这个人 曾经在辽西一代担任过官职 曾经担任过宣化大同的总督 总军事 而且是红城仇的顶头上司 陈兴甲的作战方案的特点是什么呢 分进合机 具体做法是 让集结在宁远的这些民军主力分兵四路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同时对锦州外围的清军发动进攻 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两个方案相比较 可以看出陈兴甲的方案有三个问题 第一 民军的数量不够 军事常识告诉我们 要想通过包围的方式消灭敌人 那得数倍于敌人 可是 民军和清军在辽东一带 数量相等 一旦分兵四路 就会打破原来的平衡 再局部 转为劣势 第二 没办法做到出其不一 第三 郑重敌人的圈套 还没等你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 就可能被埋伏在松山一县的清军 一口一口的分路吃掉 面对这两个作战方案 黄帝朱尤贾也拿不定主意 他的确不懂军事 他只好把这个陈兴甲的作战方案交给红成仇 让红成仇决定取舍 这个时候的皇帝啊 还是比较尊重前线指挥官的意见的 红成仇如何对待他的顶头上司的这个方案呢 红成仇根本不理睬 孙子兵法说 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 何况是一个新任的 私立很浅的兵主上书 既然皇帝这么支持他 这么信任他 红成仇就开始按照他的作战方案 逐步实施了 第一步增兵关外 皇帝朱尤贾大力支持红成仇的方案 把宣化大同密云山海关一线的边境部队 全部的调到了明元一线 这个过程足足花了六个月时间 这可不是打持久战的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各路的总兵都不情愿出关与亲兵作战 那是在崇祯皇帝三令五身多次的催促之下 才不得已陆陆续续的到达了指定位置 花了六个月时间 所有的主力终于积极的宁远了 红成仇开始实施的第二步计划 建了一个大兵营 然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开始向锦州方向推进 从宁远城到松山 这个距离也就一百多里路 红成仇花了四个月时间 到达松山一带之后 啊 红成仇开始实施的第三步计划 就是打持久战 到了松山城 红成仇依然小心谨慎 轻易不和亲军决战 这个时候呢 锦州城的首将祖大寿 派人送信给红成仇 祖大寿在信中说 锦州城内的粮草足够支撑半年 建议总督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不要轻易和亲军决战 于是这祖大寿在锦州城内 清军在锦州城外 红成仇带着几万人马 在清军的西北角 这么对峙着 相互相隔是十几里 彼此都不打 就这么耗着 看谁耗过谁 当时这清国所占的这个区域啊 经济十分落后 非常不发达 所以这清国每次要和明朝打仗 都是要解决他的财政危机的 他派兵入关就是截掠财富来的 可这次呢 鲍威锦州城没有了战场缴获 那么他的吉养教 完全靠国内的财力来支持了 所以只要坚持下去 很快清国的财政的问题 他国力的局限就会暴动出来 所以这场持久战 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就看谁能够咬牙坚持到底了 看谁能够耗到最后 双方就这么耗耗耗 耗到最后终于有人耗不下去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还能有谁 大明王朝的皇帝 朱有俭 那么朱有俭为什么耗不下去了呢 因为朝廷没钱了 这一年 大明朝是先是旱灾 后是黄灾 有些地区是颗粒无收啊 中原到处是灾民 李自成张献忠就利用这种自然灾害在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本来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财政情况恶化 赈灾需要钱 围剪张献忠 李自成更需要钱 红成筹带着十几万人马 在辽东地区 这几个月下来就花了三十多万两银子 这个数字在平常就不是个小数字 更何况 在崇祯十三年 大明王朝耗不下去了 耗不起了 面对财政的压力 皇帝朱有俭 就准备尽快地结束这场辽东战事 可是怎么结束呢 总不能下令清军你退回去吧 唯一的办法只好下令自己的将领数战速决 面对财政压力 这个兵部尚书陈兴甲发现 实现我作战方案的机会来了 他也发现皇帝啊 也开始产生了 要尽快结束辽东战事的这么个念头 只是还在犹豫不决 于是他就开始给皇上做工作 经过陈兴甲的说服工作 崇祯皇帝终于下决心 不再激持 弘成筹的持久战 命令弘成筹速战速决 给弘成筹下了客戚进兵的死命 没办法 弘成筹只好 清帅他的六万大军 在一个深夜突然 对清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结果明军 一下子就拿下了锦州城外的一个制高点 叫如风山 离锦州城只有五里远 占领了制高点之后 弘成筹下令兵分两路 对锦州城南的这坨清军形成了一个合为之势 被打了蒙头的清军统帅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连忙派人送信 告诉黄太极说 红尘筹发动进攻了 这会黄太极在哪呢 黄太极在沈阳 在沈阳养病 他什么病呢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莫名其妙的流鼻血 黄太极一听说 红尘筹发动进攻了 顾不上那些血流不止的鼻子 骑着马带着三千骑兵 就直奔松山而来 到了松山 他登上制高点 开始观察明军的态势 经过一旦观察 黄太极的眼睛不禁一亮 心头一阵狂喜 黄太极高兴什么 他发现了红尘筹最大的一个破绽 什么破绽呢 他发现明军的进攻部队 和资重粮草分离了 于是下令派部队切断了 红尘筹的粮道 这下红尘筹这几万人马 被断了退路陷入了重围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黄太极抓住了红尘筹的破绽 派兵断了明军的后路 红尘筹的几万人马陷入重围 那么等待明军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崇尘那些年制 辽东战事 梁军对峙就像高手对决一样 谁能抓住对方的错误 就能够把握战场的主动 洪尘筹也是一个极如金沙场的老将 但他竟然让进攻部队和自重粮草分离 红尘筹的错误让明朝军队的梁道被断 又被清军重重包围 那么等待明军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人们一定会埋怨红尘筹 你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怎么给黄太极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 这还真不怪红尘筹 为什么呢 因为红尘筹不得已要发动进攻 他总不能带着他的所有的自重粮草 一块发动进攻 这样就让黄太极看出了破绽 这黄太极太得意了 他得意什么 他得意的是他和红尘筹这一年多 这么较劲 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战略意图 可是终于把红尘筹的主力合为在锦州城下 他的围点打员之际成功了 更严重的是 红尘筹此次带兵出战 只带了三天的干粮 所以有历史学家就指责红尘筹 说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犯低级错误 怎么只带三天的干粮呢 是啊 攻打清军阵地那将是一场残酷和艰巨的战斗 怎么可能带三天干粮呢 我认为这红尘筹不是犯低级错误 而是太聪明了 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 他既想应付压力 又不想上当 他是不得已在皇帝的压力之下 发动对清军的进攻的 所以他想快去快回 三天之内解决问题 还没等清军反应过来呢 没等抽出部队切断他的粮道呢 他已经回来了 也就不上皇太极围点打轮的档 第二他还想继续打持久战 他迫不得已的放下自重粮草去进攻清军 他非常担心清军会切断他的后路 所以呢他想快去快回呀 当他占领了制高点汝丰山的时候 手下一个大将就提醒洪正中说 小心啊别让清军断了后路 洪正中一听就不高兴了 就训斥说我打了十几年仗了 用你提醒 所以有史学家就指责洪正中说 你看不接受建议 其实哪是不接受建议啊 而是奶糊不开提奶糊 洪正中最担心的就是被切断后路 所以他想快去快回 还没等皇太极反应过来呢 他就回来了继续打他的持久战 第三个例 他在寻找撤兵的借口 不得已发动进攻 肯定取得一些战果 你要撤回来 这有理由啊 我只带了三天干粮 必须回去补充几养 还有比这更充足的理由吗 真难为红尘丑了 既要和皇太极斗智斗勇 就得和崇祖皇帝和朝廷玩心眼 哎 哎 开始的心啊 还玩出了成效 因为一年多的这持久战啊 这清军呢就麻痹大意了 明军突然发动进攻 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 如果换了对手 红尘丑这招还就成功了 可惜啊 他的对手是皇太极 黄太极一眼就识破了 红尘丑的破绽 断了他的梁道 断了他的后路 这一下三天的干粮 只在三天干粮 就成了军心不稳的重要因素 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 红尘丑手底下这些总兵们 就向总督建议 我们赶紧朝宁远撤退吧 红尘丑就对大家说 你们平日不是说要报效国家吗 现在机会来了 虽然呢我们没有粮草了 但是只要我们拼命死战 就可以生还 所以啊我已经下决心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与清军决议死战 可是还没等到第二天清晨呢 两个总兵率先带着他的人马 跑跑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吴三桂 关于这个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他 这两位总兵一跑 整个军营就产生了连锁反应 各位总兵就纷纷的夺路而逃 齐兵步兵开始相互践踏 装备 装备扔了一地啊 清军在半路设服 明军损失惨重 最后 红尘丑没办法 带着几个将领 退守在松山城 方看起立刻把松山城团团围组 红尘丑兵败锦州城下 被困松山城内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 崇尘皇帝下令 一方面命令红尘丑 极力死守 另一方面下令给那些逃回宁远的那些总兵 立刻发兵去松山城救这个总督红尘丑 可是这众位总兵谁也不听话 无论皇帝怎么下令 怎么样发脾气骂人 没任何作用 大家都按兵不动 没招了 总督红尘丑被困松山城 城内缺乏粮草 城外没有救兵 红尘丑危在担心 皇太极派兵团团的把松山城围住 红尘丑 看外面没人救他 就派人到京城 祈求皇上派兵来援助 他心里应该清楚 关内关外能打仗的兵 都让他调到了宁静前线 这朝廷哪还有兵来派呀 所以没办法 坚持到半年之后 这 松山城的副将夏成德 坚持不住了 打开城门 投降清军 把红尘丑作为礼物献给了清军 就这样 崇祯皇帝的钦差大臣 寄了总督红尘丑 成了清军的俘虏 松山城陷落了 松山城陷落红尘丑被俘的消息 传到北京之后朝廷震动了 大家想不通啊 兵力数字相当 为什么会败的这么惨 还没等大家回过味来呢 接到了吴三桂的唐报 这唐报在明朝就是一种 互通军事情报的这么一个 刊物一样的 相当于现在的内参 吴三桂在唐报中说 松山城陷落 总督红尘丑被俘 后被清军杀害 董人皇帝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怀着几分侥幸的心理 派辽东巡抚去打探 让他落实真实情况 不久 这个 红尘丑的一个仆人 从乱军中逃回了北京 向朝廷汇报了红尘丑遇难的过程 说红尘丑坚守松山城 黄太极几次派人劝详 红尘丑誓死不详 可是梁草断了 他就杀马 让战士冲击 马也吃完了 到了半年的时候 城里坚持不下去了 副将夏成德就打开城门 把红尘丑斗将领献给了清军 红尘丑被俘之后 一直是大骂 清军就决定处死红尘丑 因此之前红尘丑跪到 向京城的方向磕头 然后大声的说 圣明的天子啊 红尘丑虽然兵败了 但是我尽力了 话没说完 红尘丑就被清兵杀了 从尘皇帝看了红尘丑仆人给朝廷的汇报之后啊 这才相信红尘丑真死了 在红尘丑临死前的大义凛然感动的尸声痛苦 边哭边说 我没有救得了成仇啊 这崇祯皇帝登基以来一直很勤政 从来不以任何理由是无故不上朝 可是红尘丑战死了 他三天没上朝 难过啊 三天之后缓回去来 他就下令按照王侯的规格祭奠红尘丑 他亲自写祭文 以寄托他对红尘丑的哀死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崇祯皇帝想收复辽东的梦想 被残酷的县世无情的击碎 但出人意料的是 清军竟然主动提出议和 那么崇祯皇帝会接受吗 写的节目崇祯那些年车 想说议和不如 红尘丑看出了皇太极的围殿大员之际 初期也采取了正确的应对之法 但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下 贸然初期最终还是败在了皇太极的手下 眼看着明军的援兵成了泡影 坚守锦州城的祖大寿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松山城陷落了 锦州就成了一个孤城 援军被击溃 锦州城没有了粮草 这个祖大寿绝望了 这个时候呢 城内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祖大寿为了制止这种人间惨剧继续发生 决定开城投降 这祖大寿已经是第二次详情了 人们会问这投降还能投两次啊 的确如此 祖大寿曾经是袁崇焕手下的一员猛将 明远保卫战 宁锦大街北京保卫战 祖大寿立下汗马功劳 崇征四年 祖大寿奉并驻守大陵河城 大陵河城在锦州以北 大陵河城的城墙还没修好 这皇太极就带人就把他包围了 祖大寿带兵几次突围都被躲了回来 黄太极就派人劝祖大寿投降 祖大寿誓死不想 三个月之后 城里的粮食吃完了 吃完了 吃完了粮食就开始杀战马 战马吃完了 就开始吃城内的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吃完了 就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 军中老弱病残也吃完了 军中的将士们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到了这份田地 这城无论如何也守不下去了 再守也没有意义了 这个时候各位将领就说 除了开城投降 再没有出路了 可是祖大寿的副将何可刚 誓死不想 祖大寿终于下决心 杀了生死不想的何可刚 投降了清军 黄太极接受祖大寿的投降 然后二人出城 社团盟室 祖大寿投降清军之后 就向黄太极建议 给我一支人马 我进锦州城 咱们里应外合拿下锦州 黄太极一听大戏 好啊 就把他的本部人马还给他 祖大寿带着自己的人马 进了锦州城之后 城门一关 脸一番不认账了 把黄太极气的带着大队人马就去攻 几番攻不下来 只好撤兵回来了 显然这祖大寿的第一次投降是炸侠 从此 祖大寿为明朝守了十年锦州城 直到第二次锦州城被围 这一围就是两年 城外的援军被击溃 城内的粮草耗尽 战马也吃完了 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祖大寿为了避免这种人间惨象的再度发生 大灵河城的惨剧再度出现 只好开城投降 有了第一次上当的教训 这黄太极并没有杀祖大寿 只是不让他再领兵 也不会再重用他的 人们会问 明朝投入十三万兵马 和清国的军队人数基本相当 为什么明朝会失败的这么惨 我分析有四个原因 第一 明朝政府两线作战 明朝政府既要对付官内的李泽臣和张献臣 又要对付官外的亲军 巨大的军费开支 财政实在是支持不下去 无法继续支持红城仇的十九战 第二 对前线指挥员的干扰过多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 红城皇帝想尽快的结束辽东战士 因此呢就对前线的指挥员乱指挥 下指挥 结果呢就上了黄太极为点打员的档 第三 红城仇自己没做好充分准备 红城仇迫于压力 负责以进兵 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只想速去速回 结果就打乱了本来建立的比较完整的攻防体系 让黄太极断了梁道 切断了退路 第四 将士的斗 一旦梁道被断 后路被劫 从总督到士兵都想尽快抽身 既没有决战的决心 也没有可实施的措施 还没等清军进攻呢 自己先开始逃跑了 结果不战自溃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在当时啊 大明朝的人心已经散了 人们不愿意为这个朝廷去拼死作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面对凶悍而且士气高昂的清军 自然是不战自溃 自然是 不是对手 崇祯皇帝 在辽东地区投入了13万兵力 这可是明朝政府在北县的全部夹当啊 松井战役失败 这全部夹当损失过半 黄帝朱尤俭再也没有本事 再也没有力量去和清军在关外决战了 可以说 这个黄帝朱尤俭 收复辽东的梦想 从此彻底破灭了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 兵不上书陈新甲 向崇祯皇帝建议 咱们和清军议和吧 那么黄帝朱尤俭面对这个建议 他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